你敢信吗?这辆长度达到60厘米,零件数超过4000片的阿波罗IE 它的设计师是一位来自韩国的年仅16岁的高中生,持秀焕 除了巨大的体积,它的外观还原度,双怪兽电机带来的超快的行驶速度 以及惊艳的悬架设计,吸引了包括我们在内的一大波积木爱好者 那么它的具体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来做一下评测,那我们开始拼搭 这里可以看到这辆车子的行驶动力传动系统 左右两根浅灰色的十字轴是动力的输入端 左右各连接一个怪兽电机,通过并联的方式各自通过一组20比12的齿轮组 共同驱动这枚20只齿轮,然后经过一组1比1的齿轮组以后 动力进入差速器端,然后向两侧车轮传输 总的齿轮比是2.3比1,所以这辆车子的传动系统 确实是非常的简单高效 这里可以看到V12发动机运转效果,看起来还是非常丝滑的 这里可以看到前轮悬架,左右两边分别使用了两根弹簧避震 在后面的拼搭中还会加入左右各一根 同时呢,在把这个模块装入主体之前,需要确认左右轮子回正的情况下 这里的十字轴和齿轮齿条的十字对中关系 这里主要是需要确认这个黑色12只齿轮 那上面的这枚16只齿轮呢,是用来作为方向盘联动的用途 这里可以看到前轮悬架已经完全装好了 左右两侧共6根弹簧避震,带来的弹力效果还是不错的 不过这里我们对其中4根避震进行了更换 原配的这根是灰色的避震,应该属于软避震,弹力比较小 那我们这里换成了硬避震,弹力就比较大 那这里可以看到车尾扩散器升降的联动结构 这里左右各有一枚八尺齿轮 同时通过下方的左右各一枚八尺齿轮实现同步的转动 也就是说当我们转动左右任意一枚齿轮的时候都可以完成联动操作 也就是控制这里的左右两边各一根小推杆 所以也需要注意我们需要把小推杆调整成一样的长度 安装完扩散器以后我们可以做一下测试 那可以看到联动还是比较顺滑的 那再往后呢基本就是外观搭建的部分,我们继续 经过大概18个小时的拼搭这辆双一阿波罗IE就完成啦 在稍后的功能测试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 相对于真车这辆阿波罗IE的外观还原度确实非常高 除了整体外观线条轮廓的还原以外 在外观细节设计方面也是非常到位的 包括尾部的扩散器扰流板等细节 甚至包括驾驶室内方向盘后面的换挡拨片 下方的油门和刹车踏板都做到了还原 两侧的OE门呢还可以手动开合和真车也是保持了一致 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功能 打开车尾上方这里的一个盖板模块 然后就可以在这里装入蓝牙主控 那这里也能看到我们把电机线用小扎带做了一下捆扎 整理到后面边上这个位置 那盖上盖板模块以后 这里并不会发生干涉的情况 在盖上盖板以后 如果要对蓝牙主控进行开关的操作 也可以使用一个镊子从这里的缝隙伸进去 还是比较方便的 这辆车一共有两个速度档位 分别是一个电机驱动和两个电机同时驱动 那这里可以感受到它的动力确实非常强劲 发动机联动在成品外观上是看不到的 那我们把后面的盖板给拆下来 那可以看到发动机联动呢也是非常稳定的 而且这个运转速度真的是很有一种超好的感觉 再来测试一下转向联动和方向盘联动 因为双银的这个新款四部电机呢 我们后面准备留作测试 所以这辆车里我们装的是库存的备用电机 那可以看到转向联动和方向盘联动呢 都是比较稳定可靠的 再来看一下前后悬架 虽然这辆车子的重量达到了3.12公斤 但是可以看到前后悬架的表现依然非常稳定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建议把原配的软臂震更换为硬臂震 最后来看一下车尾扩散器的升降联动 那这里我们需要手动旋转这里的两个八指齿轮 实际上旋转任何一边呢都是可以的 这里可以看到联动还是非常顺滑的 不过这个地方确实有一点不太好用力 所以综合测试下来呢 这辆车的功能方面整体都算是比较稳定的 不过在帅气的外表下 在内部结构设计方面存在少量非法搭建的情况 那最后看一下包装 黑色背景搭配白色车体的渲染图 整体显得还是比较高档的 左上方这里呢标明了这款阿波罗IE 属于双音咖哒的Master系列 也就是来自全球莫克大神的设计 下方这里标明了零件数 以及设计师持秀焕的签名 打开彩盒里面可以看到五个分包盒 那拼搭手册和两张贴纸装在透明袋子里 放在分包盒下面 那4449片零件被分成了56个分包 八个大步骤 动力组件方面包括一套蓝牙处控 一个四部电机以及两个怪兽电机 拼搭手册一共是有两本 这个总厚度给人的感觉确实是非常惊人的 打开手册 这里还有一封设计师持秀焕的自我介绍 新加手册的图示还是比较清晰的 图示比例呢 比我们早几年玩的双音咔哒金木要大一些 这一期我们就来说一下 这辆阿波罗的三大亮点和三大槽点 以及部分改进建议 首先就是非常高的外观还原度 这辆1比8的阿波罗IE 不但在整体车身线条轮廓上还原了这辆全球限量10台的超跑造型特征 而且这位来自韩国的少年设计师在外观设计方面给人一种不放过任何小细节的感觉 甚至包括驾驶室内的三连仪表盘 换挡拨片 油门 刹车踏板 车尾的三叉戟 以及车尾的扩散器等细节都做到了还原 当然这样的外观还原度一定程度上也是以一些非法拼搭为代价的 同时在一些小细节设计上也能看出这位设计师的设计风格 例如这里的车头灯造型零件 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两个可活动的十字轴连接键 以便于为这个零件创造恰到好处的外观角度 然而也正是因为它可以活动 如果稍微碰到一下 它的角度可能会发生改变 那这里也其实可以选用固定角度的三号十字轴连接键 这样的话角度就会被固定牢固 然而和完美角度可能会差那么一丁点 那么显然这位设计师在这里选择了前者 那另一个亮点就是它超快的速度 对于一款科技组积木来说 3000片零件以上的大型跑车 通常在行驶性能上不会有很好的表现 而这辆阿波罗在零件数超过4000片 重量超过3公斤的情况下 却依然具有非常快的行驶速度 甚至很多2000片以下追求性能的跑车积木都无法和它相比 它的高性能主要来自于极高的传动效率 以及加强版的双怪兽电机 当然如果需要长时间下地跑的话 我们需要把四个轮子加固一下 否则有可能存在偷落的风险 另外前后悬架的设计也是这辆阿波罗的亮点 这辆阿波罗IE的前后轮各使用了六根弹簧避震 同时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原车的前后推杆式悬架的设计 在整个拼搭过程中除了最后超帅的外观模块的搭建以外 悬挂的安装与测试也成了非常有意思的拼搭环节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最好把前悬挂的四根浅灰色软臂阵换一下 那说完了亮点 我们来看一下槽点方面 首先就是这辆阿波罗存在一些非法搭建的设计 最明显的就是这里的两组后孔臂 它们之间的固定是依靠两根被轻微掰弯的十字轴 另外怪兽电机和它边上的这根弯孔臂也有轻微干涉的问题 我们专门使用了其他品牌的怪兽电机来测试这种拼搭方式 那可以看到干涉问题同样存在 说明这个干涉并不是因为咔搭怪兽电机的原因 此外欧一门的开盒也存在非法搭建的问题 所以这位设计师的设计风格显然是以追求外观完美的还原为设计目标的 其次在结构设计方面浓余设计比较多 虽然带来了比较好的结构稳固性 但同时也造成了较高的拼搭难度 如果拼错了要拆的话那可能就比较麻烦了 这也会成为一些玩家吐槽比较多的地方 从套装中所包含的十字轴的数量就能够看出来 所有十字轴一共达到了417根 而类似体积的乐高兰博基尼和布加迪的十字轴数量 分别是356根和212根 另外在金木零件方面 虽然绝大多数零件手感都非常完美 可以说是国产科技组金木的最好手感 但仍然存在少量的几根十字轴与十字轴连接件的配合比较松 说明厂家在品控方面仍然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不过好在这几个地方都不会最终导致结构的松散 包括各种交叉户锁的设计 也使得这个问题并不会反馈到成品上 那这里再说一些拼搭建议 在开始拼搭之前 一定要注意对电机和蓝牙主控进行一下测试 那我们在这里也顺便测试了一下 咔搭这款怪兽电机的转速 经过测试这款怪兽电机的转速达到了每分钟1400转 而对比我们库存的其他品牌怪兽电机 转速大概是每分钟1200转 那这里我们没有测试它的功率 只能说从转速方面 双音咔搭的这款电机确实比一般的要快一些 另外我们也建议把前后轮的弹簧避震 全部更换为硬避震 经过测试 咔搭这里的这个浅灰色软避震压到底 弹力大约是0.7公斤 而硬避震大约是1.8公斤 如果使用软避震的话 可能会存在压下去以后悬挂无法回弹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小建议是 尾翼的两个两单位十字轴连接键 应当更换为三单位的 如果使用两单位的话 安装会有点小问题 除了这个小问题以外 我们基本没有在拼搭手册中发现其他问题 再说一下关于尾部扩散器的升降联动 这里在完成两边联动模块的拼搭后 最好把整体结构稍微松一下 让齿轮在转动的时候尽可能减小与周围结构的摩擦 否则可能会出现比较难拧的问题 而调试好了以后是不会出现太难拧的 当然我们在这里也建议把左右两侧的八尺齿轮 修改为两个十二尺齿轮 同时取消两侧齿轮之间的联动结构 这是因为八尺齿轮相对比较锋利 而十二尺齿轮边角圆润 也常用于各种手动传动功能 最后说一下电机走线的问题 其中四幅电机的电机线先从电机正后方的空位出来 再从副驾驶座后方的空位穿出到电池舱区域 车子左边的怪兽电机的电机线 从V12发动机下方空位穿过来就可以了 最后在电池舱附近多余的电机线呢 可以使用一根小扎带给它捆扎一下 那这里即使不捆扎也不会影响盖板模块的安装 那除了金木本身设计方面的亮点和槽点以外 还值得一说的是 这款阿波罗IE是来自于MOK设计师正版授权的一款作品 在国产金木快速发展的先阶段 双音卡搭无疑是在行业中做出了非常好的表率 而且这款作品在设计中还使用了一些双音的独有零件 所以不知道设计师是不是在设计的过程中 就直接是使用双音零件来设计的 另外我们也非常希望阿波罗能出一款静态版 如果官方不出的话 我们都有想把它改成静态版的想法 支持改静态版的玩家 大家可以把支持打在弹幕上哦 那除了这款阿波罗IE以外呢 双音卡搭在不久之前还陆续推出了 Master工程车 汉马 488 百年牛 等经典套装 那大家如果想看我们评测哪一款的话 可以通过留言或者弹幕告诉我们哟 本次阿波罗IE的评测到这里就结束啦 拜拜